接下來我們講一下這個虛擬桌面 請問我們平常都有幾個桌面 就一個而已嘛對不對 其實虛擬桌面概念在哪裡 我以前念大學的時候 Linux上面就有這種概念了 他們早就有四個桌面的概念 也就一個桌面通常不太夠用嘛 請問你們家桌面有沒有滿出來過的 桌面啊 沒有喔 那習慣不錯喔 我自己都滿過好幾次 所以我盡量東西我現在不放桌面 因為你放桌面有時候就會 就會亂丟亂丟嘛對不對 那丟多了有時候要找總是比較不容易 那麼在這裡呢你看喔 我們來執行看看喔 這個叫做虛擬桌面 可以讓你有四個桌面可以用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呢 因為有些時候你要專心一點 好你看我執行了之後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這是一號桌面 一號桌面齁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 點到他 換個心情 有沒有 這樣比較快嘛 你看剛剛下面這些工具類是不是都清掉了 對不對 又比較乾淨一點 其實以工作的角度來講齁 就是說 你可以把 比如說我現在在做哪一個專案也好 哪一個準備哪一個課程 我把那個課程相關的放在這裡 然後呢 比如說其他可能是 Facebook啦 或者是其他不相干的 我放另外一個桌面 這樣是比較不會互相干擾 對不對 那以同學來講就是說 如果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來了 給他看這個桌面 然後呢 嘿 老師走了就看這個桌面 有沒有 這個有快速鍵 那你可以不要有那個翻斬的效果 這樣很認真嘛 對不對 那個桌面 這邊不僅可以換成不一樣的喔 玩遊戲在另外一個桌面嘛 對啊 開玩笑喔 以前我還有看過那個喔 有賣那個腳踏的喔 因為我們按快速鍵 會不會來就發現啊 他就有一個USB接腳踏板 好換掉了 老闆來了 哈哈 不能打太大 就像這樣 那就可以換 那你看 我現在總共有四個桌面 你看喔 點到他 對不對可以換 那你有在上面按右鍵 中文的喔 在這邊有沒有窗口123 如果你希望 這個 這裡有個選項喔 如果你希望 每一個桌面的布景不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設定 有沒有 桌面他叫幣子 我們以前是只有股票下市 那個才叫幣子 你可以設不一樣的桌面 那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現在在第幾個 那麼 這裡呢 還有一個喔 我剛剛的快速鍵在這裡啦 Ctrl Alt加1234 所以如果四個桌面就是這樣切換 那這裡有一個我們會遇到問題就是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第一個桌面 我不是開了好多的應用程式嗎 可是我現在才發現說 啊我要把它稍微做一個分類的時候怎麼辦 你看這裡 有一個叫做窗口管理員 窗口管理員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 啊這一個我就 好這兩個 這一個好了齁 我就把它丟到這邊來 有沒有 我就丟到那個視窗2 桌面第二個 好網路下載也丟過來 我按確定 現在是第一個 我到第二個 你看剛剛的兩個文件有沒有過來 這樣是不是就 因為有時候你先開了嘛 不見得先開這個軟體對不對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把應用程式啦 打開視窗先整理一下 那你就可以有比較好的 那萬一你不想玩了 你就直接把它關掉 關掉請問這兩個怎麼辦 哎呀好聰明 他就滾回去了 真的 真的 你不用客氣齁 所以他不會不見 有沒有就滾回來了 OK啦齁 所以我把畫面還給各位 你先玩看看囉